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春天 山西区卧区村天马遗址核心区 北照晋侯墓地的第六次发掘宣告结束 晋国在整个西州时期 前后九代诸侯及夫人的十九座大墓 出土了上万件珍贵文物 从这一时期的礼乐制度和其他诸侯国国都遗址的形制来看 学者们公认苦苦寻觅已久的晋国早期国都就在墓地附近 但前后数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却始终没有找到城墙 宫殿 礼制建筑 手工作坊等 一国之都必要的元素 要知道西州时期 即使是像晋国这样重要的诸侯国 在史记 晋世家中也只有不足三百字含混的记载 考古学家寻找实物证据 厘清晋国早期历史的目标未能彻底实现 2002年 大学实习就在屈村添马的吉昆章 接手了整个遗址的后续工作 就在他筹划发掘北兆墓地最大的一座车马坑时 突然得知 三十千米外新发现了一组西州中旗 极有可能属于某位晋国国君夫妇的假字型大墓 为了完成前辈学者魏靖的事业 吉昆章不顾嫌疑 从同行手中征得了这项工作 可谁知 接下来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发现 却完全推翻了他一开始做出的种种推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章不顾嫌疑 2004年底 规模略小被推测为国君夫人所有的二号目的发掘工作 帅先进入国室 可谁知 随藏器物还没露头 四具驯人遗骨却接连出现 其中一具还属于儿童所有 可是 与被当作标尺的北照晋猴目的比较 这样大量使用训人的情况 却绝无仅有 这时候 吉昆章开始怀疑起了 恒水大墓主人真实的身份 在第一次来到发掘现场时 吉昆章其实已经注意到 尽管这两座大墓很多细节都与北照晋猴目的相符 却依然存在着两个疑点 墓葬的规模很大 并且有墓道 但是那墓是东西巷的 分封在唐国旧地的唐书渝 是周武王的嫡子 身份贵重 因此 尽管书渝的儿子谢父改唐为晋 但晋人墓葬也和周人一样 都是面南辈辈 可是 降陷恒水的两座大墓 却是东西朝向 这在崇拜祖先 视丧葬制度为礼乐制度核心的先秦时期 可不是件随心所欲的事 在朝向 奇怪的还有国君夫妇墓葬所处的方位 根据我们在山西发掘近后墓地的经验 以及在全国很多地方墓葬经验 通常男性的墓葬要大 女性的墓葬要小 但是呢 在这个金后墓地呢 在金后墓地在这个西州的中晚期呢 通常是男性的墓在右 女性墓在左 但这地方呢 这个大的墓在左 小的墓在右 这又带来疑惑 所以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墓葬的主人是谁 这个疑问可以说更加匪夷所思 因为朝向不同 还可以用族群不同来解释 但性别为何颠倒 却找不到任何原因 难道二号墓埋葬国君 一号墓反而是夫人吗 发现了四具训人遗骨后 考古队员终于在靠近墓底的位置 找到了一大批随葬器物 果室西侧摆放的主要是青铜礼乐器 自南向北分别是同盘 同顶 同盒 同铲 同鬼 同诀 同尊 同永忠 同言等 让考古队员高兴的是 很多青铜礼器上 竟然都有清晰的名文 可是 名文中最关键 可以确定墓主人姓氏或祖鼠的文字 现场却没有一个人认识 青铜器上的名文被称为金文 从书体上来说 属于大传 因为主要出现在中顶这样的礼乐器上 又被称为中顶文 尽管从西汉时起 古人就开始研究金文 但直到今天 依然有很多文字无法顺利解读 名文中关键的这个文字 尽管笔画不多 却比较生僻 很多这个业内同行 他们积极地帮助我们 然后呢 我们立定图这是盆字 确定了盆字之后 名文内容一目了然 这个名文是彭博 彭博什么什么 彭博什么什么 彭博照做尊顶 其万年宝用相 为五月初级 彭博照做宝顶 其用相 彭博座 必基尊顶 其万年宝 恒水二号墓 一共出土了三件青铜顶 每件都有清晰的名文 从名文看 器物主人是彭博 以及名叫碧姬的彭博夫人 先秦时期 博既有可能是 博仲书记 这样兄弟排行中的老大 也有可能是 比公 侯 地义等的 诸侯国国君 例如后世称霸一时的 郑国 吴国 燕国 秦国 西周时期 也都只是伯爵而已 从名文来看 彭博显然不会是 激性的晋国国君 可是 他又能和夫人 一起享用诸侯等级的 甲字形大墓 难道说 他是彭国的国君吗 那彭博是谁 这个也是带来疑惑 查阅大量史料之后 考古队员发现 先秦文献中 并没有记载 曾经有个叫彭的封国 那么 这位彭博会是 晋国境内 彭氏家族的首领吗 接下来 考古队员又查阅了 近现代的金石学 以及考古学资料 这一次 他们有了不少新的发现 以前曾经见过好多 有关彭的这种精工剂 但是这彭的精工剂 一直没有归属 这彭的精工剂是哪里的 是怎么回事 一直不清楚 自清末民国以来 收藏界开始逐渐出现一些 带有彭字名文的青铜器 例如 彭盖利 彭重顶 彭博鬼 彭尊 彭济秒尊等 铸造年代 几乎囊括了整个西州时期 显然 彭氏家族十分兴盛 很多成员都在西州朝堂任职 等级最高的彭博 不仅是这个家族的组长 还有可能是一个封国的国君 如今 恒水二号墓出土了彭博顶 难道说 这里就是彭国故地吗 可恒水明明与晋国国都 近在咫尺啊 随着大量青铜礼乐器的出土 国室中央 墓主人关墓的清理 也有了重大收获 玉覆面 玉祖配 玉壁 玉制丙行器的出现 再次证实 二号墓主人的确拥有 诸侯国国君这样的等级 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 恒水大墓与晋侯墓地明显的区别 那就是墓主人下葬时 竟然是俯卧在棺木中的 自古以来 中原地区的藏俗一直以养身直之为主 侧身 驱之 俯身等藏制 则主要出现在西北西南地区的荣笛市里中 联想突兀出现在果市内的四聚训人 考古队员开始怀疑 二号墓的主人应该也来自类似的群体 墓葬规模略小 三剑同顶也符合国君夫人的身份 这里埋葬的难道是彭博取自荣笛的妻子 然而遗憾的是 墓主人骨骼腐朽严重 只能等待体质人类学分析后 才能得到答案 在二号墓棺木清理的同时 一号墓荒围的提取终于有了成熟的方案 经过反复观察 考古队员发现 本体式丝织品的荒围其实早已消失 但不知什么原因 却把质地和颜色复印在了黄图上 回顾北照尽头墓地 吉坤章突然意识到 他们很可能还真不是第一次看到荒围 在发掘金融墓地上 曾经有小范的小片的这种 丝织品痕迹 觉得有可能是荒围 但是也是太少了 太少了 以至于它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全貌 印在黄土上的荒围十分脆弱 为了能更好地还原荒围原貌 在专家的建议下 考古队请来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 专门负责荒围的提取 专门从陕迹生考古研究所 他们的文保室 请来了 他们派来这种专业人员 来席助我们来进行这个经济的保护 一边小心翼翼剥离淤土 一边对荒围附着的土块喷洒事迹 大家很快发现 这项工作竟然开展得异常顺利 荒围虽然朽烂了 但是由于这个痕迹在 致使原来的淤土 实际上让荒围分开着 而且可以剥离 可以一下子剥离一块 然后在土上就能看到 印着清晰地印着这种痕迹 清理持续进行 荒围的状态之好 远远出乎了人们的预料 棺木虽然早已腐朽成灰 但在它原来的位置上 西面北面的荒围 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样子 都是整整一幅 足有1.6米高 竟然经常被立体存下来 只是在局部有的地方也塌了 但是被立体存下来 这个很了不起的 太好了 这是一个三千年未见的 几千年未见的这么一个东西 根据文献记载 荒围是一场贵族葬礼的标配 可是数十年来 考古工作者 在中国北方清理的贵族墓葬 数以千斤 却为何只有横水一号墓 才保留下了它的样子 带着疑问 考古队员一边清理 一边寻找蛛丝马迹 在专业试剂的帮助下 暴露在空气中的荒围 虽然面积越来越大 但颜色依旧鲜艳 细节也十分清晰 这种纹样 甚至这种针角 这种线 这种线都还在 这个线的已经朽烂的线的痕迹 这个一缩一缩的线的痕迹都还在 甚至那种颜色 那种金色都还在 所以这个荒围非常好 红色的大幅丝织品上 是用金线秀出的图案 覆盖在长2.5米 宽1.8米 高度大约为1.8米 至2米的外观之上 有意思的是 近代学者认为 应该是黑白两色的素景观照 真实情况竟然如此艳丽 过去的观是这种长方体的观 在它的两个长面 两个长面的荒围上的图案 是四组大的凤鸟 上面一个凤一组 底下一组 在这边上面一组 底下一组 四组大的凤鸟 然后在这个凤鸟之间 是小的凤鸟 凤鸟的监惠 它的圆眼睛 它头上的罐 它这种翅膀 然后这种立足 这种爪子都非常清楚 而这个小凤鸟 这种头上的罐 也做成大挥环 大凤鸟也是 它的翅膀 它的罐做成大挥环 把整个身体包起来 非常流畅 都非常漂亮 清理荒围的过程中 陶骨队员注意到 一号墓果室内的淤土 和其他墓葬 有些许不同 在棺果塌陷之前 应该发生过一场地质灾害 这个墓葬在下葬之后 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是不长的时间里面 就是荒围 棺材都没有烂掉 这荒围 包括这丝织品 都还很好的垂在那的时候 突然这个墓里面进水了 进了大量的水 今天 恒水一号墓突然进水的原因 已经无法追溯 最奇怪的是 临近的二号墓 却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 可是 塞翁失马 胭脂飞腐 进水这个细节 却成了一号墓 有别于千千万万 其他贵族大墓的关键 随积水涌入国式的大量泥土 促成了这项奇观 一下子进了很多淤土 逐渐地淤起来 然后把这个关 以及它的荒围 整个给淤起来 就淤土给封起来 对一般墓葬来说 身处地下的果实 能被淤土填满 需要漫长的过程 果实盖板腐朽 内部的丝织品 应该腐蚀得更快 恒水一号墓果实 迅速被淤泥填满 后来又很快变干 金红两色矿物质颜料 以及金尾痕迹 才踏印在了土层上 四面荒围 树直向下 淘谷队员 把它一块块切割提取 再运回室内整理复原 在一步往下做的时候 就逐渐逐渐地 接近了这种墓底了 这时候 二号墓的发掘已经结束 队员们迫切想知道 安葬在一号墓中的究竟是谁 神秘的彭氏家族与晋国 到底是什么关系 可是 荒围的提取虽然顺利 但考古队员的心 却越悬越高 因为在上面清理的时候 一直不见了隋藏品 我当时还 一直嘀咕着 到底这个有没有隋藏品 都清到这儿的时候 还没有见隋藏品 随着最后一块荒围被切割取走 棺木内的牧主人遗骸暴露了出来 陶谷队员发现 在棺木底部厚实的一层珠砂中 依稀可以看到 牧主人头膝角冬 养身直之 身上佩戴远超二号目的大量玉器 除了二号目没有的卧玉 和束发用的玉菇玉串外 仅复杂精美的玉祖配 就多达八套 但奇怪的是 包括头饰在内的部分玉器 似乎是女性才能佩戴的 没有训人和玉附面 牧主人养身直之 用五顶五轨及大量玉器陪葬 这才是典型的晋国诸侯 或者西周公卿的墓葬 可棺木中为何会出现 女子佩戴的头饰呢 其实早在荒围上显露出的纹饰 是金色的凤鸟时 吉昆章脑海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我们都知道在商周时期 它的主要文是就是龙和凤 主要文是就是龙和凤 而在这墓里面荒围上 是用大的凤鸟来做 是不是也预示着牧主人的性别 在中国历史上 凤凰作为一种原始社会人们 就想象出的锐调 是天下太平的象征 在夏商时期 龙凤都可以用来代表男性 例如河南路易商代晚期诸侯 长子口墓出土的玉皇 就是凤凰的形象 但是到了西州 凤已经被固定用来象征女性 所以我们曾经也这样想 就觉得虽然一号目要大一些 二号目要小一些 那么这一号目 我只想象还有一个新的遗迹现象 有一天我们的工人告诉我说是看警 你不能够吗 青铜器了 当时我这个太兴奋了 拨开最后一层淤土 考古队员终于看到了 盼望已久的青铜器 青铜器主要在 堆在牧藏的西南角 在棺果之间 并且它和一些漆器 陶器都砸堆在一块 在果市的这个角落里 青铜礼乐器 车马器 陶器 甚至还有漆木器留下的漆皮 层层叠叠堆放在一起 从细节看 这里原来应该有一个 专门摆放器物的木架 造成此前虚惊异常的原因是 随藏器物堆积在一起 而且都被荒围挡在后面 经过清理 恒水一号大墓出土了 二十五件青铜礼乐器 包括五顶五轨 这样明显属于 国君的器物组合 最让人惊喜的是 其中八件器物拥有名文 仔细分析一号墓名文 考古队员发现 与二号墓不同 一号墓中没有彭博 为自己制作的青铜器 反而有四件器物的名文表明 这些是彭博为B机制作的 这样一来 真相终于大摆 原来规模更大 使用五顶陪葬的 反而是夫人毕姬 处处表现出戎笛风格 只用三顶的才是彭博本人 墓主人身份终于确认 疑问却依然难以所解 彭氏家族从何而来 作为荣敌势力 他为何安葬在晋国国都附近 出身中原的B机又是何许人 嫁给彭博后 他又为何能享有 与丈夫相比规模更大 等级更高的墓葬呢 大的不是一点点 无论是从墓葬的宽 长 墓道的长度 以整个墓的深度 都比二号墓要大得多 以及从那里面所随造的 清冬器 玉器 这种荒围规模 明显的大得多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在彭博夫妇墓葬清理的过程中 考古队对周边也进行了大规模勘探 人们发现这两座大墓并不是孤立存在 在南北长200米 东西宽150米的田野上 共有同一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 一千三百余座 降陷恒水果然存在着一个拥有相当势力的群体 那么这位彭博究竟是一国诸侯 还是晋国领地内的一位家族组长呢 对彭博的研究暂时没有进展 但碧姬的身份却很快有了线索 根据西周时期青铜器名文的书写规则 碧姬应该是一位碧国姬姓的女子 碧姬在文献中岌岌无名 但她的身份却非同小可 因为在这个一号目的青铜器里面 有别人丰富的青铜器 这个丰富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今天的随理随分子 那么去世了 要给他随件青铜器随到里面去 有别人丰富的青铜器 那么从这青铜器明白我们知道 丰富的人级别规模 级别都挺高的 都是周王室的 衡水一号目随葬诸侯等级的五顶五轨 还有西周王室成员参加葬礼 并赠送器物 与此对应的是 二号目仅有三顶 其中还有一件是送给碧姬的 其他礼器也明显是好几批器物 拼凑而成 因此彭博夫妇间 其实存在罕见的夫妻等级颠倒的现象 这才在发掘过程中 给考古队员带来了困扰 所以他就理解了 为什么毕姬 毕姬就彭博夫妇的墓葬的规模 要比彭博墓葬规模大得多 根据这些线索 考古队员很快锁定了毕姬的身份 她应该是西周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 毕公的女儿 毕公我们都知道 毕公在西周中期的时候是曾经一个 在周王室里面一个重要的大臣 他也是记性 毕公是周武王激发的弟弟 后来因为与周公 少公一同辅佐周康王 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 成康之志被载入史册 由此看来 毕姬不仅是西周宗室贵女 而且其家族还拥有很大的权势 毕公的女儿毕姬 嫁给夏嫁给彭博这么一个人 彭博又是谁呢 佩戴玉覆面的彭博被俯身安葬 使用早已被禁国废除的人训制度 而且墓葬朝向东方 与南北向的周人墓葬不符 拥有荣敌身份的其实是彭博本人 我们认为这彭可能就是原来的 原来的伪姓的 就是原来这个怀姓九宗伪姓的这方面 就是原来的近南地区的土著 在山海经 史记 殷本记 竹书纪年 以及殷须甲骨文中 都有商朝多次讨伐鬼方的记载 鬼方源自曾与轩辕皇帝联姻的 北方游牧部落大尾氏 后来因为经常骚扰商王朝的北疆 被商王五丁击溃 文献记载 鬼方中的九个部落 即怀姓九宗被分封给了唐书渝 后来成为晋国的人民 被晋人同化 在彭博夫妇墓葬被发现后 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怀疑 怀姓九宗之一的彭氏组长 能够迎娶毕宫的女儿 夫妇二人使用与晋侯等级相同的大墓 人们显然低估了九宗的实力 九十年代的时候上海博物馆 曾经征集了一件轻松器 那个说是这个追打仗 追敌人曾经追到彭 追到彭 那么彭显然当时 我们不知道彭是干什么的 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彭显然 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 它应该还是一个政治团体 吉昆章说的是一件 曾经流失海外的青铜饼 明文显示 铸造这件器物 是为了庆祝靖国军队得胜归来 但追于彭 三个字却无法表明彭的性质 同样 由于只发现了墓地 没有相关城址和其他遗存 彭博是否成立 争议很大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彭博只是一位 晋国内部的部族首领 他之所以能使用 带有木道的甲字形大墓 用三顶陪葬 只不过是七贵芙蓉 沾了夫人碧姬的光而已 2005年夏天 恒水大墓发掘结束 事实证明 两座墓葬完全出乎了 吉昆章的预料 墓主人不是推测中的晋国国君 恒水也不是晋城侯迁都所在 恒水墓地的发掘 不但没有弥补晋国西周阶段 历史记载的缺失 反而增添了新的疑问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寒水 与晋国国都 近在咫尺的庞氏家族 却和西周王室联系紧密 此时的晋国国君 何以容忍 他们甚至还有外交权 甚至可以和很多 中国国同婚联姻 甚至还可以和中澳市联姻 那么这个部族 他和晋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就在恒水蓬勃墓葬发掘的过程中 锦埃区村天马遗址 与北赵晋侯墓地相距 只有不足四千米的杨舌村 传来了墓葬被盗的消息 吉坤章还抽空回去考察过被盗现场 老远就看见了导洞 在一片空地上就看到导洞 新挖出来的土 很湿湿的 这个土里面有木炭 还有铜鱼 这个有木炭有铜鱼 它的实在是很明显的 就是两周时期的 就是西路晚期 一直到春秋时期的 由于恒水大墓发掘 正处在关键时期 吉坤章只能对盗洞进行了回田处理 并安排人力巡查职守 2005年7月 恒水一号墓清理结束后 吉坤章没有继续参加墓地 其他墓葬的发掘 而是赶回屈村天马 开始了对杨舌墓地的抢救性发掘 然后下面的二期三期工作 与我们所其他的同志接任 然后我就转站到取过杨舌墓地 来发掘这块 吉坤章离开衡水时 考古队已经下定决心 继续发掘墓地中的其余墓葬 仅最大可能揭开西周时期 笼罩着彭氏家族 乃至整个晋国的重重迷雾 恒水西周墓地后续的发掘 由时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猴马工作站站长的谢瑶廷负责 考古队员陆续发掘了 近200座大小不一的墓葬 尽管也发现了不少铜器墓 出土的青铜李器名文上 还有彭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名字 但却再没有出现一座带有墓葬 能和一号二号大墓等级相似的墓葬 彭氏家族与晋国国君的关系 依然难以所解 时间很快进入了2007年 这一年夏天与匠县交界 但离区卧县更近的议程 传来了有墓葬被盗的消息 天马取垂的接口墓地 也是西州时期的 那么就是说在这儿有可能 也有可能发现西州的 从恒水紧急支援大河口的考古队员 迅速对墓地展开了钻探 他们很快发现 与北兆近后墓地 相距只有不足20千米的大河口 墓葬形质竟然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这个墓葬北水也是东西方向的 那么东西方向的墓葬 对我们来说就比较敏感 恒水二号墓的发掘已经证实 东西向的墓葬属于荣笛势力 难道说安葬在这里的古人 与彭氏家族类似 那曾经生活在大河口的 会不会是怀姓九宗 也就是荣笛势力的另一个部族 距离晋国核心 历代国君大墓二三十千米外 就生活着如此多的游牧部族 在这些异族势力环绕下 堂堂晋国该如何保证自身安全 百年之后 晋文侯又是从哪里来的底气 带领大军力挽狂澜 让周王室的存在 又延续了五百年之久 晋国早期历史 乃至西周时期天下格局的秘密 即将揭开